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最新一起藏人自焚事件 發生在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 比如縣夏曲鎮永嘎勒村 近年43歲的藏人古朱 四日上古以自焚方式 抗議中國大陸的西藏政策 據總部設在倫敦的自由西藏統計 這已經是去年3月以來 第52名藏人自焚 日本独漫新聞說 由於釣魚台主權爭議 引發大陸民眾的反越情緒 公年汽車9月份在大陸的銷售量 比8月份大幅減少近一半 馬自達汽車9月單月銷售量 13258輛 比去年同期減少35% 十一長假 中國載傳特打交通事故 京港澳高速公路韶關乳元段 5日凌晨發生9輛車連環狀 形成火燒車 量成7死3傷 中藥財東蟲夏草價格創立時新高 蟲草熱造成青藏高原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等生態危機令人堪憂 新華社報導 今年西藏各地區蟲草不同程度減產 總產量5到100噸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新唐共和保采 新唐共和均衝 新唐共和國